佛子行 三十七颂 嘎千人薄切开始 第六段颂文 一指何者罪过灭 功德增儒上贤悦 圣善知识极自身 爱彼圣己佛子行 如果在我们交了某一个朋友之后 发觉自己的极度之心 没有以前那么强烈 而正念正知更甚于从前 这些全都是受到善知识影响的缘故 一般来说 现在我们功德能力的增长 主要是源于老师对我们的教导 但是此事以及来世的功德 若要增长 就必须要医治上师与善知识 因此我们说 老师以及上师是这个世界上的珍宝之王 就如同人的眼睛是最为珍贵的 父母生下我们 让我们有了一双眼睛 可以看见今生 而上师善知识 更是给了我们一双殊胜的眼睛 让我们不止看到此生 还让我们看到来世 因此对于上师及善知识 我们不能去毁谤 接下来要讲解的是 医治上师及善知识 这一段的内容 大家不仅要仔细地听闻 还要好好的思维 为什么我们要恒长地去尊敬自己的老师 以及善知识 甚至要关爱他们 更甚于关爱自己的身体 因为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身体 对老师 上师 善知识 来做顶礼 成事 供养等等 会令他们的内心生起喜悦 由于他们内心生起喜悦的缘故 我们自己身体所积聚的罪业与障碍 就能够因此而净除 并且由于他们内心喜悦的缘故 他们心中具有的能力与功德 将会传递出来 我们去学习 就能够得到他们的功德 相反的 如果一味地贪恋自己的身体 与财富的受用 心中也不想去学习 上师的能力与功德 自然也无法学习到 上师善知识的功德能力 但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事 恰好于此背道而驰 我们贪爱自己的财物及受用 实际上这是一种我值 能够享用饮食 衣服 财物的 是自己的身体 而当我们死亡之后 这个身体 或者被埋在地下 或者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如果我们现在 好好地随上师善知识学习 从上师之处 写得菩提心的教法 因自己观修而得到的菩提心 在未来 难道会被火烧掉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 菩提心 还会生生世世 与我们恒常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 许多人学习中文 英文 现代的科学知识等等 有些人对这些现代的知识 学习得很快 也学得很好 这都是由于他们过去世 对老师很恭敬 也很努力地在学习 因此这辈子 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相反的 如果前世对老师不恭敬 不尊重学问 也不愿意学习 那么这辈子 无论学什么 都会非常的困难 而且这种学生 对老师上师 也都不恭敬 这都是一种累积的习气 因此 如果我们能够在今生 恒常地恭敬自己的老师 上师 并且对他们做成事供养的话 就会产生前面所述的 广大利益 而求法者 应当如何来学习呢 求法者应当学习 马尔巴大师 而弟子 应当效法 密勒日巴尊者 这几位大师学习的行义 大家应当好好地看一看 马尔巴教导 密勒日巴 而后 密勒日巴 依此做了实修 他的成就是 集生成佛 密勒日巴之所以 能够在一生之中 证得佛果 完全是由于 上师开导的大恩德 所以我们对于老师 上师 父母 都应当存有 无比的感谢之心 对于阿舍黎 格西等等 也要抱持 同样的心情 上师 格西 父母 对我们来说 是具有三大恩德者 应当恒常 对他们 具有恭敬之心 我们应当以恭敬心 来学习 而学习的方式 则应当如同 马尔巴 密勒日巴大师 传记中所描述的一般 大家平常工作时 应当具足 六波罗蜜 来工作 听闻教法时 一应具足六度 来听闻 听闻之时 献上供养 这是供养 也是布施 听闻之时 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要散漫 这是持戒 遇到上师责备 或是学习 遭遇困难时 仍要继续努力 这是精进 学了之后 恒常记在心中 不忘诗 这是禅定 所学到的功德与能力 在心中形成 这就是智慧 这就是 听经时 具足六波罗蜜的情况 现在上师所教导的是 瓷具的珍宝 并不是钱财等物质的珍宝 当我们讲述 菩提心是真正妙宝时 上师要解释 为何菩提心是真妙宝 菩提心从何而来 以及获得菩提心的方法 生起菩提心的方法 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 一切众生 都曾是自己的父母亲 所以对每一位众生 都要生起悲心 如果能对每一位众生 都生起悲心的话 就好比将一滴水 滴在碗中一样 当水滴不断地滴下 碗里的水 很快就盛满了 同样的 若是每一天 对每一个人 都能产生悲心的话 悲心就能迅速增长 当上师这样讲解之后 大家才能够知道 实修的方法 所以这样的讲解 是词句的珍宝 既然看不见 当然也就不会消失 即便是死亡 也不能令它消失 而物质的珍宝 在我们死亡之后 就会消失 为什么上师 所讲解的词句 称之为珍宝呢 因为它能使我们的过失减少 而令功德增长 所以第六段纪文说到 一指何者罪过灭 功德增儒 尚贤悦 什么是过失呢 就是我们内心的贪恋 称恨 愚痴 嫉妒 什么是功德呢 菩提心 就是功德 当我们经常在内心思维 大手印 大圆满的意义时 功德自然会增长 而过失 就会减少 为什么说过失 会减少呢 因为当我们观察到 自心中的贪恋 称恨 愚痴等等过失 并且能明白地了解时 就能去除 这些过失 而功德 自然就会增长 弥勒日巴尊者曾说 内心了知自己的烦恼 是大手印成就的征兆 所以应当以心 来观察自己的心 才能去除内心的过失 要好好看住自己的心 并将他的过失去除 比如说 当一个人辱骂自己时 此时应当意想 上师曾经教导过 一切众生都曾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不应该对他生气 其次 上师也教导过 愤怒所造作的恶业 会令我们堕入三恶道之中 若是我们在当下 能思维上师所开示 以一切众生如母 以及业果的道理 就不会因此而生气 这就是忍辱 若自己在当下修行忍辱 就不会与人发生争吵 而对方也会因为 你有这么好的修养 就会慢慢地开始尊敬你 这就是功德增长的原因 相反的 如果没有接受过上师的教导 对以上的教理完全不知道 导致自己暴跳如雷 跟对方争吵打架 最后甚至被关到监狱里去 要花钱消灾 又上身劳累 一切过失 就会因此而产生 这些状况 自己在心中要好好的去思维 思维过后 如果觉得有哪一点不明白的话 就要赶快提出来发问 我们大家再好好地讨论 上师既然授予我们词句的珍宝 就要对上师恒常地恭敬 在内心要经常思维上师 所讲授的教法 恒常意念上师的功德 如此 自己的功德也会不断地增长 接下来讲解第七段寄颂 三段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进出医疗院所 三、去人潮拥挤的地方 四、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 另外,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应全程戴口罩,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 也提醒您,当有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 也请戴上医用口罩,紧速就医 防疫期间,正确佩戴口罩并注意戴口罩时手部卫生 少碰眼口鼻,口罩使用后丢弃垃圾桶 共同为健康搭起防护罩 旧旧旧流浪的河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真爱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